趴下先趴下 你先趴下 手靠了手靠 穿着黑色外套的男子 在银行闷口被警方压制在地 因为这名男子刚刚才持枪抢银行 男子背着大包包进到银行柜台 接着将手伸进包包 但他拿出来的不是证件 也不是存折 而是一把手枪 男子把枪口对着行员 威胁行员拿钱出来 行员被迫去拿钱 其他行员见状赶紧偷偷报警 警方很快就到场 把人压制逮捕 一下车就直接拿枪 是对着很大量 就看他直接就投降 这起抢案发生在新竹县 这名32岁的徐姓男子没有工作 却又欠下大笔债务 无力偿还债主气的骂他 没钱你就去抢银行 没想到徐姓男子26号上午 竟然真的跑去抢银行 好在优势警力火速赶到现场 将人逮捕 一名歹徒持枪并得手 新台币17万元 正打算离开银行时 警方随即赫斥 并压制逮捕上口 警方在徐姓男子身上 查获一把空气手枪 男子因为债主的一句话 竟然真的付诸行动跑去抢银行 结果钱没抢到不但还不了债 现在还得为自己的荒唐行为付出代价 记者何孟谦王毅德新竹报道 这样子上怕 不失败? 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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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 那些人 勿怨 复了 嗯 不疑